大家好,我是張老師來,依照慣義槍三聲 那因為有人抗議,說不要太大聲,那我們就小聲一點 好來,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談談跟分析一下 2022年,任營年,明年,中國大陸,它整個的經濟走勢 聽好,這是一個預測,預測學 不是一個真正會發生的狀況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這一種易經的梅花易占占卜之術 我們稍微來做一個偵測,做一個預測 2022年,中國大陸,它的整個經濟的走勢 來,第一個掛,叫水山檢 第二個,活水 活水未激 第三個掛,叫水風景 那在2022年這一年,新的一年當中 第一隻掛水山檢,開中民意在跟你講什麼 它是一隻馬,但是這一隻馬 是三腳馬,跑不動 也在微晚跟你講,在講個什麼事情 講一個經濟學 經濟學一個大數據的分析係數 水山檢,這個人有衝天之志 沒有這個運,不能自行 一樣馬一樣馬,你馬再有千里之行 沒有人,也跑不了太遠 再跟你講什麼,相輔相成的道理 注意看,在2021年,中國大陸的人均比 剛好來到1萬美金 在整個傳統學術派的分析當中 當一個國家的國民所得 進入人均比1萬美金的時候 叫做什麼?小康 小康社會 所以2021年,整個中國大陸可以說是脫貧 進入小康社會 但是從這個時間開始 也在微晚跟你講 往後的三年當中 進入人均比1萬美金的國家或地區 在往後的三年當中 會進入一個所謂的政治改革 還有經濟變革的衝擊期 這個就是最恐怖的地方 這是經濟學家 傳統經濟學家 包括芝加哥學派的論述 所以你看,今年2021年 今年開始 中國大陸有採取幾個步驟 注意看喔 注意看,這是非常經維的操作系統 第一個 從阿里巴巴的螞蟻軍服 再過來滴滴車行 首度發行 全部喊咖 懂不懂? 這就是典型的 反壟斷法的一個前奏 再過來 有推出所謂的共同富裕概念 共同富裕 好,再過來 注意看最重要的這個點 今年大陸 恒大集團的喜家運 這個集團對不對 為什麼要把它整理掉? 因為不整理也不行了 你知道嗎? 恒大集團整個清產 它是欠債3300億美金啊 不容易啊 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房地產公司 當然在大陸很大 竟然欠了3300億美金 好,喜家運事件過了以後 不是有一個叫做能耗雙控嗎? 如果各位 從螞蟻金服 滴滴車行 共同富裕 然後喜家運的 這個打房措施 進到能耗雙控 再過來講講反壟斷法 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當局 可能 極有可能 在經濟上 它要採起一個晃反 就是不要讓它太過熱 這叫做踩煞車 如果它煞車踩得很漂亮 大概在22年 還有最慢到23年的上半年 它的這個整個氣勢會恢復 這個經濟成長是這樣子的 它不像所有的人 不像人 會一直長大一直長大 比如說小孩子會長得很快 發育期 等到他長大完整 只要能夠維持身體健康即可 那第一個掛 水三減在跟你講 自愛難行 也就是說 外面很多環境會來壓制你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進到第二個掛 叫做活水味濟 火水味濟在講什麼 在講什麼 我本有心向明月 誰知明月照勾起 雖然你心地善良 想要往外開拓你的事業 但是 郎有情媚無意 這叫什麼味濟 如果是水火叫濟濟 63掛 那火水味濟就怎麼樣 火往上燒 水往下流 對不起 沒有交集 所以22年這一年 對整個大陸來講 中國大陸來講 景氣不會太好 我等一下會引用一個數據 讓大家參考 那第三個掛 第三個掛叫做到最後怎麼樣 到最後叫水風景 因為人是這樣子 你到最後總是要對事情 對事情跟他做一個告 那水風景是這樣 景 中國人講的離鄉背景 為什麼景那麼重要 為什麼景又那麼不重要 老師啊你在講什麼 一般的我們對景的看法就是取水 取水對不對 然後咧 然後打那個水來洗衣服 那為什麼我跟他講不重要 我跟他講很重要 因為大家在用它的時候都認為理所當然嘛 水不是要給人就要用嗎 對啊 可是等到有一天 你離鄉背景的時候 你就會懷念家鄉的水的味道 好 那水風你在跟你講什麼 當你有的時候你不曉得珍惜 只會在那邊complain罵 等到有一天 這個水景壞掉了 沒有水可以用的時候 你經過這裡就會講 哎呀 以前多方便 這裡有一口景 熱的時候打個水來喝 不然在這裡洗個澡 不然在這裡洗洗腳多爽 哎呀 現在這個景不見了 沒有水了 那水風景在跟你講什麼 花開堪則直虛則 莫待無花空則之啊 也在奉獻各位要懂得珍惜 全世界最簡單最容易的事 就是批評啦 你就一直罵就好啦 懂不懂 那批評有什麼用 你看人體的構造 為什麼兩個耳朵 嘴巴一個 為什麼鼻孔兩個 眼睛兩個 嘴巴一個 耳朵兩個 他在跟你講什麼 多聽少說話 但是有的人都是不知道 你知道嗎 懂不懂 自由主義 資本主義 已經埋下自我毀滅的種子啊 這是馬克思講的 不是我講的齁 來 再來看一個數據齁 我最喜歡研究數據齁 這個 中國大陸一定要稍微注意一個現象齁齁 來 講講數據 讓數據說話齁 一分證據講 一分話 沒有證據 不要亂講話 來 這個重點要敲一下小聲一點 在2019年 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 4215億 也就是說 2019年 好啦 簡稱19年 19年 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 4000多億耶 他的外匯存體 來到3兆1079億 非常漂亮的數字 一年賺了 一年賺了4000多億的貿易順差 好 鏡頭一轉 到了20年去年 整個大陸一年賺多少美金 各位知道嗎 賺了5350億美金 那5350億美金 加上去 結果他的外匯存體 只有3兆2165億 好 講個白話一點 這個425路 也就是說你去年賺了4000億 你的外匯存體 來到3兆1000億 那你今年賺了5000億 為什麼外匯存體是3兆2000億 那其他的4000億跑哪裡 所以中國大陸當局 一定要注意看這個點 你的貿易順差 增加5000億 外匯存體 只增加1000億 其他的4000億 跑到哪裡去 要查 一定要徹查 一定要徹查 好 再來看看大陸 這個經濟體的內部結構 什麼叫什麼 叫做火折魁 原則上來講 大陸 這個經濟體 是有能力 對抗 外部的困境 這個魁在講什麼 小利潤 不會太好 不會太差 也就是說 我雖然沒有大富大貴 但是我有小富小貴 因為很多東西 還是在我的掌控之中 掌控之中 來最後一個掛 世界怎麼看大陸 世界怎麼看大陸 世界看到的是叫做水 叫做雷水解 也就是說 長眼在22年來看 整個世界的局勢 整個地球 好啦 他們對大陸的立場來講 發現沒有中國大陸 還真的不行 因為十一柱形一熱 很多產品 幾乎百分之九十 要來自中國大陸 這一個東西在跟你講 沒有絕對的敵人 沒有絕對的朋友 只有絕對的利益 典型的 實話的分析理論 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 它本身有能力 處理外在的困難 其實全世界 對它還是一個 open mind 對它相當好 這一個水 印了這個木 很多東西 雷水解 都會迎刃而解 當然這個是國際的一個帳目 很多人沒有研究到這個區塊 老師比較喜歡 研究外匯存底 貿易的順差 貿易的逆差 貿易的動資 剛好我這方面 從19年 20年我也跟各位報告過了 21年的狀況 其實21這一年 大陸的貿易的順差 應該接近到6千億 5千億一定跑不掉 所以 21年 今年的 這個外匯存底 不是應該要達到3兆7千億嗎 但是截至目前為止 我所掌握的 21年 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 還停留在3兆2千多億 所以要查查看這個錢 到底跑到哪裡去 去查查看 好 今天就是我們解析 分析 預測 2022年 整個中國大陸它的經濟走勢 一樣 喜歡老師視頻的話 一樣趕快加入訂閱 按讚或分享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啦 下課啦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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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拜拜 拜拜